明天蔡英文要接见一个人 这个人艾斯培 他是谁呢 他是前美国国防部长 这样讲你可能没有什么印象 好多美国国防部长他是哪一位 我跟你讲 就是被川普在推特上开除的那一位 这样有印象了吧 那这个人也很特别 他曾经是最佳军火说客 最佳军火商 一个军火商能够当到这个国防部长 也真的是本事 那这个人是7月18号到7月21号要来 他还带了一个团 我们的这个外交部今天还讲了一大堆 感谢啊等等之类最坚强的这个支持者 带了一个大西洋理事会 所以介大使以前这个在美国住了好长一段时间 对于这个美国的一些 华府的游说团体很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西洋理事会 大西洋理事会呢 是美国华府对于跨大西洋政策研究的智库 在这个2016 1718密集的到台湾 后来我们看到这次是第四次来 那他的主张是什么呢 蛮激烈的 蛮这个可以说是上这个大标题的一个主张 就是这个要换掉习近平 在去年的1月28号 发布了一份叫做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 这个什么样的对华战略呢 答案就是换掉习近平 美国要换掉别国的领导人 这不是干预别国的内政 但这个就是大西洋理事会 他们发布的一个主张 所以从这个主张当中 你就会看得到这个团体 他的一些思想等等 那这次带了几个人 除了艾斯培之外 带了这个理事会的资深副会长来 还带了这位前意大利总统的外交顾问来 那当然这个 我们的这个外交部呢 表达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感谢 那我们再看这位这个 前美国国防部长 过去也发表了很多跟台湾有关的谈话 这个美国前国防部长 艾斯培也算是个传奇人物了 他过去是什么呢 他过去是雷神公司的首席说客 还曾经被这个国会三报 这个票选是最佳的说客 美国华府的最佳说客 卖武器的 他是这个副总裁 也就是说呢 应该算是一种超级业务员的概念 但这样的人可以被川普向中 当美国的国防部长 也真的是很有本事 但是呢没多久 上任大概一年左右 就被川普开除 而且川普很特别 是在推特上宣布 在推特上宣布 把他fire掉 这个川普过去主持一个 这个综艺节目 还没当总统前 You are fired 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季大使你怎么看 这个艾斯培要到我们台湾来 然后蔡英文明天要节俭她 以她的背景 以她的出身 以她各式各样的言论 还有她带的这个团体 我觉得ASPR向台湾挥手 已经蛮久的了 她这个过去三四个月开始 一发表的一连串 对 密集的发表 跟台湾相关的讲话 而且每一个都可以上 上标题 好惊悚 对 这个事实上的话 这种举动的话 就是说动机可疑 就是说她一定对台湾有所求 那以现在她的身份来讲的话 像这个大西洋理事会的话 她当然她下面的研究员也好 下面的这些挂名的里面 她要在这个大西洋理事会里面 要生存的话 她要替大西洋理事会搞到一些研究计划 那也就签一些约 有些会跟一个公司 我跟你签两百万一个约好了 美金也约 就你要有一些业务能力 要有业务能力 这个是美国的这些智库 很多他们这些下面研究员 她的工作的重要项目之一 虽然你看她好像 她过去这个官做得很大 可是她今天到了智库下面去以后 事实上她就有这个业绩的压力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以她的身份来讲 她现在可能就是说 可能在华府的人脉圈子里面 就是说军火圈也好 国防圈里面 她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就是说 她可能背后还有 说实话 那么你说她真的 对台湾有好感 或者怎么样 我就不相信了 基本上的话 她可能还是看到 可能不是为了某个智库 可能还是为了某个军火上 那么做游说的工作 所以这等于是说 卸任之后 可能又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态圈里 对 美国这个旋转门 非常的畅通的 而且他们没有太多的限制 所以她现在因为回不了大公司 再去做副总裁或总裁 是因为她跟川普闹翻 对 两个闹翻了 因为把她开除 开除又很火大 有没有 所以她还写了一本书 在里面一直爆川普的料 对 从职场伦理来看 也有点内阁 对 她的爆发 她这个爆发意思是说 川普第一个是一个没脑袋的 她居然说 要不要我们发个飞弹 这个爱国 你不是有爱国粉丝的飞弹吗 这个这边搞了那么多 这个就是说 这个墨西哥 这些一大堆问题 干脆发个飞弹 发个飞弹教训她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对于那些当时的这些 在街上示威的 就是当时的这个 所谓的那个飞翼男子 被压死的那个 被膝盖压死的 那个伯洛伊德的案件 他就要说 你为什么不开枪 你不要打别的 你就打他膝盖以下就好了 所以这些事情的话 说实话 我觉得能够得到 美国现在国家保密 相关的这种规定的 我也觉得蛮打一个问号的 因为这个相关 他业务上的机密 总统跟他讲的话 他能够这样子 可是他可见 他有多恨川普 那川普当时把他 把他fire掉的时候 就是帆布已经选输了 那个时候 选举的最后阶段 川普不太愿意接受 他失败的这个 他认为他的政权 这次选举是被偷走的 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是因为民主党 用不公平的选举方式 偷走他的选举 当时阿斯普是支持川普 用这个政报警力 对 可是他后来发觉 这个他川普有走偏的现象 他事实上可能会运用军事力量 要军力来进行干预 对这场选举 川普认为不公平的选举 所以他就没有跟川普配合 大概两边冲突了 川普就把他fire掉 而且在推特上把他fire掉 在推特上 可见两个关系非常好 而且后来一直找了一个人 来替代他 就是代理部长 就替代他一直到他最后卸任为止 那就是说蔡英文要见他 其实他必须 蔡英文还是要考量一点 其实这种华府 这种就是说做过大官 现在在替民间做事的 来的都有他的目的 你来了你要不然 你要对他的相关机构 你捐款 或者说他提出来一些 军火的一种项目 你要买单 可是是不是值得 要不要这么样的高调的来欢迎他 我觉得都是蔡英文 他们必须要小心的 因为你跟他走太近 对不起 你就得罪了川普 川普如果两年以后又回来的话 他一定会想说 这家伙写书骂我 你们台湾难道没看过吗 搞不清楚吗 本来蔡政府在选举的时候 是支持川普团队的 本来是支持的 压错保 压错保 可是问题现在川普 现在也是在野 那他对于背叛过他的人 你们现在把他当作上兵 川普一定心里面不是味道 想说你们有没有搞清楚 是我才肯定继续当美国冲总 Asper没有希望 而且这个拜登 拜登团队应该也不会太高兴吧 拜登基本上跟他根本不通胀 是啊 他们这个民主共和是对立的 也很厉害的 所以他现在说实话 我觉得Asper过去三个月 一直跟台湾招手 一定有所求 不是出来讲什么美国该怎么样 他讲的都是想让民进党听的话 一定有所求 或者是说在执行某种任务 某种任务他就是说 感觉我可以帮你忙 我可以用我的声望 来出来讲一些话 可是说实话 他的卸任以后 他的影响力 这个边际笑容递减 那么你今天把他当作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来接待 或者给他很多 很多他所求的 你都遂其所愿 那现在当权的这些人就不爽 但这个宣传很好用 我们这个台湾参议员总统 接验来自美国的前国防部长 这感觉上美国对我们的力道 好像有支持加大的感觉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整个他的背景 内幕还有整个过程 大家就会发现 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我们看到 最近这个Asper密集的 对台湾发言 每一个都上头条 每一个标题的端很大 5月25号说 台湾已经是主权国家了 有没有 蔡政府好喜欢听这种话 6月1号说什么呢 对大陆侵略的威慑 需要依靠台湾自己的防御能力 所以台湾购买的武器种类 需要重新审视 台湾好朋友 我们要买什么就要给我们 是吗 6月21号提出 一中政策无用论 一中根本把它丢到垃圾桶 这个蔡政府也很喜欢听 有没有 还要检讨拜登政府 然后说拜登讲的没有错 为什么白宫要澄清 拜登不是每次有讲错话 白宫出来澄清吗 拜登讲的没有错啊 干嘛白宫澄清 然后最新的一个7月14号 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威胁 那当台湾有事的时候 日本跟韩国无法置身于世外 等等等 所以我们还要 美国还要跟印度建立一起关系 它的每一段谈话 真的就是符合蔡政府的政治正确 那时候我们都还在想说 哦 他怎么样声量好高 每次为什么一直要Q到我们台湾 那蹦的一下来我们台湾访问 哦 这就串起来了 原来如此哦 你有在煮饭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过这款海皇XO干贝仗的朋友 您一定会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 现在购买记得快点购 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